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大幅下跌的油价 路透社报道指 5月份开始 全球每天原油将合共减产 超过2000万桶 相当于目前全球总供应量的两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普京 以及沙特国王萨勒曼表示感谢 又表示石油减产协议 有助于挽救美国的能源业 数以万计的职位 在新冠疫情方面 我们看到俄罗斯12号新增 2186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担任增幅 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表示 中国的抗疫经验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值得借鉴 俄各界人士也进一步贡献力量 齐心抗疫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莫斯科现场 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 华盛顿现场驻美国记者王又勇 以及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冯玉军 一起来关注欧佩克加达成减产协议救市 然而疫情依旧在席卷多国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先来看物上如的周总报道 价格战明金收兵 经过连续四天的马拉松事项会议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俄罗斯13号凌晨达成减产协议 5 6月期间每天减产970万桶原油 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10% 之后减产规模提督递减 直到2022年4月 历来最大规模的减产行动 直接刺激国际油价翻盘 早前跌到白菜价的油价 一度上涨8% 俄罗斯总统普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特朗普特别发推文指 减产协议能为美国保留 数十万个能源业岗位 他也感谢普京与萨勒曼 认为协议对所有人都是重大利好 单看涨幅缩窄的油价就知道 市场或许另有解读 这就得说回这场价格战的开打 一个月前的3月8号 欧佩克与俄罗斯 就石油减产协议的续约谈判破裂 俄罗斯认为继续减产维持高油价 不但无济于事 还让页岩又发家的美国 凭空减漏赚得盆满钵满 欧佩克老大沙特阿拉伯 于是愤而离席报复性增产 油价随之坠崖式探底 30美金一桶有什么概念 比矿泉水还便宜 美国坐不住了积极斡旋 为自己的页岩油产业寻找生存空间 毕竟页岩油开采成本所限 把油价拉回高位是当务之计 否则类似美国怀廷石油公司 4月1号申请破产保护的戏码 势必继续上演 而全美大大小小9000家油漆厂商 千万个工作岗位 经不起低价持久战 电话打了几圈中间成效 除了OPEC加 美国 加拿大 巴西等国 也加入减产行列 10万桶的数字 放在美国每日 1300万桶的产量中 简直沧海疑速 更有专家分析指 这样的承诺如何落实到 政府无权燃指的独立厂商头上 更是未知数 特朗普成功四两拨千金 不过业内分析师破了冷水 致监产协议来得太迟 原油库存在三四月持续累加 跌加疫情本就影响石油需求大减 日后释放对油价反应难顾 没扛住的监产协议 没掐住美国其存 俄罗斯似乎其差一兆 不过俄罗斯暂时也无暇计较 这些利弊得势 12号新增2186例新冠确诊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最大单日增幅 俄罗斯累计确诊超过18000例 政府宣布莫斯科13号起 出政府部门及食物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外 所有单位停工 周三开始 市民外出需持有电子通行证 俄罗斯最新防疫进展如何评估 监产协议多大程度促台原油价格 监产协议谁又成为最大赢家 世界媒体纷纷用石油大战 告一段落来形容这一个协议的达成 我们先来引连线 正在华盛顿的网友友 那么又有现在美国方面 对于这个所谓的石油协议的达成 有什么反应 我们看到道指现在是跌了将近500点 2%看来并不买账 好的 科夫 就像你刚才所说 今天美股开盘之后呢 三大指数呢 都是呈现一个跌幅 那可见市场呢 并没有为这个减产协议 感到欢欣雀悦 那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这个减产协议达成的时间 并不是非常及时 因为从这个价格战开打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 现在市场呢 也因为这个价格战开打之后呢 整个呢 呈现一个功过于求的一个状态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新冠疫情的影响 那由于新冠疫情呢 现在各个国家都采取了 像是旅行措施 以及商业活动大幅削减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整个市场的需求呢 又有一个大幅减弱的情况 那整个市场现在呈现一个远远的 供过于求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注意到现在这个减产协议的细节还没有发布 那美国会不会照他之前所承诺的帮助 墨西哥来达成这个减产的额度 比如说削减25到30 每天25到30万桶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的所有的报道也都指出 美国政府呢 并没有一个机制来强迫这些石油公司进行减产 另外呢 就是这个石油公司 由于美国垄断法的规定呢 美国石油公司没有办法来协调它的产量 那至于美国到底怎么样来减产 来达成这个目标呢 我们也只能说拭目以待 另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的新冠疫情呢 依然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很多投资者也是担心 美国政府包括其他政府呢 会不会有一个误判的形式 因为现在这个要求复工的声音呢 越来越高 美国政府呢 会不会说比如说急于这个重新复工呢 来进行误判 最后呢 也会导致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发生 进一步呢 来削弱这个整个经济活动 我们也只能说拭目以待 但是呢 我们也注意到有媒体报道也是指出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呢 以及这个石油站的影响 现在美国整个这个石油生产商呢 是自己在采取一些减产的措施 因此呢 根据他们的推断呢 以及美国政府的评估 可能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呢 美国可能石油生产商 可以达到每天减产50万桶 另外呢 到明年是每天减产70万桶 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有所帮助呢 我们真的也只能拭目以待 是的 只能拭目以待 我们看到特朗普说 他希望5月1号之后 美国全国是重启经济 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事实的依据呢 你觉得 现在呢 最后的特朗普最后一场记者会呢 是上个星期五 这个星期上周末呢 是一个复活节的假期 因此呢 没有更多的新的消息 那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当时特朗普在被问到 如果你现在想要决定 这个复工的话 你会不会听取专家的意见 他说他一定会听取 像是公务卫生啊 以及像是福气和布克斯医生 这两位白宫目前主导 美国新冠疫情决策的 这样两位专家的意见 特朗普表示说 他一定会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一再地重申 他希望尽快地复工 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 记者会上表态说 他认为现在美国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峰值 最新的约翰·霍普金斯的数据显示呢 美国现在已经有超过 55万的确诊人数 有2万2千多的死亡案例 并且呢 现在测试已经达到了280万 因此呢 它这个阳性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呢 我们也注意到 像是从周五呢 它是达到了一个峰值 确诊人数 新增确诊人数呢 是3万多人 但是呢 周末这两天呢 都是没有达到3万人 到底呢 会不会一个 这样的一个趋势 暂时的一个 已经达到这个平缓的趋势 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呢 我们也只能说 看这个星期的表现 这个星期将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星期 因此呢 我们也预计呢 这个星期 整个疫情的发展呢 可能会对这个美国 决定什么时候复工 会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 科夫 好的 本人感谢悠悠 我们再来连线 正在莫斯科的雨光 我们知道这一次石油协议的达成 对俄罗斯来讲 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在于石油的出口 那么俄罗斯方面 对这一次石油协议达成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 科夫 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两天 俄罗斯对4月12号 确定2018年10月产量 为基准的OPEC加新减产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那我个人认为和观察呢 俄罗斯对这个减产呢 在能源领域呢 一共总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呢 是支持OPEC减产的协议 一种就是此反对的这个意见 此反对的意见 就是主要的代表人 就是俄罗斯能源部长 亚历山大诺瓦克 诺瓦克特别是昨天 这个减产协议 这个达成共识的时候 诺瓦克他发表一个讲话 我们也关注到他说 石油市场的危机 将至少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他个人认为 全球石油需求量恢复的速度 要比这个危机前要更加缓慢 那么其次呢 还有一种意见 就是支持这个减产协议 那包括俄罗斯总统新闻律书 培斯科夫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持这样的一个意见 他们认为 从政治角度上看 在整个能源和经济领域 这都是一次非常不平凡的事件 那么 欧佩克加呢 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减产的规模 这比过去所遵守的减产都要多 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出口国 参加了这类的协议 所以呢 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历史事件事件 同时呢 当谈到履行俄罗斯协议的义务时呢 包括俄罗斯总统新闻律书 也认为 这很可能有一些国家 是超过了自己的配合的这种诱惑 还有一些呢 就是俄罗斯不太容易解决的技术性问题 他们认为呢 以俄罗斯为例 特别是和沙特阿拉伯相比 俄罗斯的减产难度 要比沙特阿拉伯为更大 尽管有一系列的困难 但是各国整体上还是会领行协议 当谈到沙特阿拉伯在围绕协议发挥的作用时呢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这个 石油的这个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 都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俄罗斯是高估了自己的石油储存能力 特别是也高估了这个产量的 这个增加石油产量的这种能力 而沙特阿拉伯则是高估了自己 迅速将俄罗斯排挤出 传统市场并重新获得定价的这种能力 所以俄罗斯目前呢 还是持这么两种的观点 克服 好的 谢谢雨光 相信啊 不管是美国 沙特还是俄罗斯 都高估了自己抗击新冠病毒的能力 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冯玉军教授 您怎么来看这一次所谓石油协议的达成 如果说有赢家或者是谁 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赢家 好的 那么这次石油价格暴跌 其实是由四个因素共同所导致的 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 自从美国的页岩革命以来 世界的石油市场 已经出现了一种供过于求的这种趋势 那么这种趋势导致了石油 它的生长和出口大量的多于石油的消费 那么也导致了石油价格的暴跌 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因素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 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急性的休克 那么很多无论是航空运输业 还是海运业包括汽车等等 很多的停时也导致了石油需求的急速的下降 好 我们看到现在的信号 稍微有一些问题没关系 我们先来有请在莫斯科的雨关 我们知道现在莫斯科的疫情也非常的严重 据说今天是新增了2400多例 是2100多例 12号单日是疫情发生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天 那么现在俄罗斯莫斯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 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特别是从3月29号以后 俄罗斯进行了鸭这个隔离的这种状态 那么到今天为止已经过去了14天 也就是疫情的最高发的这个日期 那么今天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 塔吉安娜格里科娃 他表示呢 目前俄罗斯全国新冠病例日增长率为17到18 当然了再次防疫人员看到了一线的希望 这病例不会出现 是顺利的增长 加强对这些重症患者的 这部患气装置患者的监护呢 对俄罗斯防疫的这种重点的这种部署呢 是相当的重要 那么根据俄罗斯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 今天最新的数据 俄罗斯全国共有18328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148人死亡 俄罗斯防疫组论部还表示呢 全国新冠病毒的感染确诊的病例呢 一日之内就增加了2558例 累计增值了18320例 也是一日之间就增加了这么多 所以在莫斯科地区 更为这个重灾群 今天莫斯科增加了455例 莫斯科中增加了495例 圣皮特堡增加了121例 俄罗斯有很多人到今天为止 在大街上我们看到也很少有人戴口罩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买不到口罩 所以呢今天俄罗斯一些发明家 也发明了一种面罩 用这种面罩来替代医用的口罩 而且俄罗斯国防部也动员军队 来缝制口罩 但是这种人工缝制的都是 特别的这个落后 而且呢没有一定的量化 所以呢这些口罩呢 俄罗斯专家认为也是不可能提供 百分之百多 其他风险装备来定调呢 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莫斯科华人的感染相当的不明确 目前在莫斯科南部的有两个市场 华商又有数千人 而且呢这些 特别是在这些宾馆里 有个叫友宾宾馆的 约700多名的华商居住 十多人居在衣食并常见 而且非常常见 公用 厨房啊生活都有交叉 感染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到目前为止 中国从这些地区回来的这个华商啊 已经达到了409例 可负 好的 谢谢雨光 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冯云军教授 欢迎您重新上线啊 刚才您提到了石油下跌的几个原因 您听到了新冠病毒的爆发 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其他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 是美国它叶炎革命 使美国作为了国际能源市场上的 一个新的快速的崛起者 但是美国并没有参与到 欧佩克加的机制 也没有参与到有关石油减展的 这个协议的谈判过程当中来 所以原来俄罗斯和沙特的减展 在很大程度上 被美国的叶炎油所充斥了市场 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 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 沙特和俄罗斯由于减展性意失败 那么导致了双方展开价格战 导致了这次整个石油价格的暴跌 甚至现在在美国的石油市场上 有的每桶的石油已经跌破了5美元 比水还要便宜 那么当然最近几天 欧佩克加也达成了衔展的协议 未来是不是能够遏制石油价格的下跌 我们还要从这四个因素来分析 那么首先就是俄罗斯和沙特 都已经在美国的压力 和自己承受不住的这种情况之下 做出了相应的让步 欧佩克加的这个机制 暂时可以维持住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 尽管特朗普也答应 美国会相应的减产 但美国政府并不能给它的石油 生产商下达直接的政府指令 那么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因素还要 需要观察 那么第三个因素就是 国际的疫情的蔓延 仍然呈现出一个 无法遏制的这种势头 所以说世界经济的这个休克 我们 是的 我们看到现在的石油价格 可能已经是世界担心的 其中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关注在美国和俄罗斯 疫情爆发的情况 我们待会见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独善其身 然而有些国家所遭受的损失 可能要更大 我们有请在上海的风云军教授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在于出口石油 那么现在石油价格暴跌 加上刚才宇冠有提到 13号开始 莫斯科和很多城市 开始停止经济生产活动 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您的观察 对 确实是这样 本来在这次石油谈判过程当中 俄罗斯认为自己手里有5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所以说它拒绝了沙特的减展要求 但是整个从目前整个形势发展看来 特别是疫情也对俄罗斯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那么它也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立场 那么同意再次的减展石油 那么如果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的话 整个今年俄罗斯经济发展 确实会遇到非常大的打击 那么根据俄罗斯一系列官方机构 包括中央银行 包括经济发展部和财政部的预测 今年俄罗斯的经济肯定会陷入衰退 那么由于整个的石油出口 难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份额 包括它的价格也保持在一个低位 俄罗斯的外汇收入也会大大折扣 特服 好了 谢谢冯教授 我们再来邀请在华盛顿的悠悠 那么悠悠在过去这个复活节周末 怀文明州也是申报了灾难状态 这是说明美国所有全境的50个州 和海外领地全部都进入灾难状态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好的 科夫 那意味着现在美国新冠疫情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 而且呢 我们也注意到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戴口 戴不戴口罩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争议在美国 但是呢 现在美国包括这个地方官员 以及这个联邦政府官员呢 已经在这个上面已经有一个360度的大转弯 现在呢 华盛顿市 就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市特区呢 已经是要求所有的民众去超市的时候 都必须戴口罩 而且呢 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美国媒体呢 已经要求员工如果外出采访的时候呢 也是必须戴口罩 但是呢 这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没有那么多口罩 那现在包括CDC呢 就已经教民众自己自制一些 用布来做一些口罩 现在街上呢 我们已经看到 很多民众是买不到N95 或者是普通的医用口罩呢 大部分人呢 都是戴着布口罩 另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联邦政府呢 现在为了应对这个医疗物资的短缺呢 比如说在口罩上 已经采取一个俄亥俄州的一个公司 做的一套系统 就是它这套系统可以给口罩清洗20次 也就是一个N95口罩呢 最大的可能性呢 就可以用20次来弥补 这个现在医疗物资短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之后呢 美国各个州以及联邦政府 会不会协调来应对整个这个疫情和医疗物资呢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 也一直是在跟这个各个州的州政府呢 进行沟通 但是呢 现在呢 整个的态势呢 体现了就是以周围来主导 来主导自己各个州应对疫情的方式 那每个州的现在应对疫情 无论是检测上 还有这个建比如说像方舱医院这样的设施上呢 都体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阶段 那到底这个抗击的效果如何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的 谢谢在华盛顿的又有 在上海的冯教授和莫斯科的雨光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 时间总是不听话 思念也开始装傻 反反复复 你说那就算了吧 我们就别再紧张 雨是不不 从此我不能 听见你的消息 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想你 后来遇见他 陪我穿酒冬山 遗和我的伤疤 大概 我会一直幸福吧 你身边的他 是否像我夕阳 能让你快乐吗 有太多 想对你说的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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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